我始终觉得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对我来说 是一个影响我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品 大家都用非常恋爱的目光看我 都非常疼爱我 我们从来没有真打过 我也听说有一些戏 然后有很多演员 他自己都要求说你真打我 我才能感受得到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害怕 最让我觉得接受不了的一个镜头是 他用那个脚踩在我的脸上 那个我是挺接受不了的 觉得特别的屈辱 拍那个镜头本来就是剧组的 所有的那些女工作人员 还有一些心软的男同事们 都已经不太理导演了 只有一个录音师是站在导演的那个 因为录音挨着导演镜 说后来拍那个镜头 连录音师都不理导演了 太狠了 这种镜头以后你还拍 那你后来还见过那个安家和吗 见过啊 我们是好朋友 他还去我们家玩呢 演了那个以后 有好多类似的角色老来找你 就是那样 但我觉得也不是 也不算什么困扰 无论任何情况 我觉得我都能欣然接受 因为他给我带来的 好处太大太多了 然后让我一直都希望说 哪一天我能再拿到一个好的剧本 能够让我自己说 终于可以和那个戏 来比一比 好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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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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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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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